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何鸿燊的女儿何超莲 以及四房梁安琪的女儿何超新 他们都曾被称为赌王的最美千金 都曾万人瞩目 可是在何鸿燊的干预下 有人疯疯癫癫 有人成了顶级名媛 四人天差地远的结局 完美勾勒出了赌王的发迹史 以及豪门后宫争夺的阴暗面 一 何超英 大房李婉华之女 穷小子想要发迹 最快的方法就是取有钱人的千金 例如李嘉诚 娶了香港著名钟表商之女庄明月 郑玉彤娶了珠宝店周大福的千金周翠英 何鸿燊也是一样 他靠着迎娶澳门第一美女李婉华 迅速挖得了第一桶金 从此有了逐鹿天下的资本 1941年 家道中落的何鸿燊来到澳门投靠亲戚 机缘巧合之下 他认识了女神李婉华 李婉华是葡萄牙人 容貌惊艳 家世更加显赫 在澳门人脉极广 何鸿燊对他一见钟情 他靠着疯狂地追求 顺利迎娶李婉华 一年之后 22岁的何鸿燊突然被提拔为公司合伙人 年底分红一百万 从此晋升为百万富翁 不久之后 何鸿燊靠着娘家人的关系 开办了澳门唯一一家煤油厂 凭借垄断性的生意 他再次赚得盆满钵满 何鸿燊在商界高歌猛进的时候 大女儿何超英也来到了人世间 也许是老何家的第一个孩子 何超英从小就受尽了何鸿燊的宠爱 她被称为天之娇女 又因为逆天的颜值 被誉为最美千金 可是她的运气实在不好 15岁那年 母亲李婉华突患恶疾 久病不遇 正值壮年的何鸿燊不甘寂寞 转头迎娶了14岁的二太蓝琼英 失去宠爱的何超英 则被送往国外读书 1970年 何鸿燊打算与殡葬业大佬 萧明之子萧百成合伙在伊朗开赌场 于是以商业联姻的方式 将女儿何超英嫁给了萧百成 萧百成比岳父还要风流 整天在外花天酒地 更让何超英崩溃的是 1973年 母亲李婉华遭遇车祸 她的身体更加虚弱 可就在这时 父亲何鸿燊却娶了三太太 而她只能苦苦忍耐 1981年 郁郁寡欢的何超英 与萧百成离婚 没想到最亲近的胞弟何游光 突然在国外发生车祸 夫妻俩双双毙命 从那以后 何超英的精神 就变得有点不正常 她独自带着女儿 在全世界流浪了十几年 2004年在出现的时候 她彻底疯了 面容枯搞 爱穿童装 喜欢吃甜食 经常自说自话 她把自己封存在童话世界里 因为那里有宠爱她的爸爸妈妈 2014年 何超英因病去世 重病的何鸿燊 以白发人送黑发人不吉利为由 没有参加葬礼 更无情的是 何超英竟然连墓碑都没有 也许对于何超英来说 离开是一种解脱 因为除了女儿 她的内心早已没有了寄托 二 何超穷 二房蓝穷英之女 何超穷的命运与何超英很相似 他们的感情都很不幸 不过何超穷却幸运许多 何超穷出生于1962年 彼时何鸿燊刚拿到澳门赌牌 性命的她认为女儿是福星 恰逢二太蓝穷英正当红 所以何鸿燊对何超穷极其宠爱 何超穷是个喜欢文艺的女性 在她报考大学的时候 就想过报考跟文艺相关的专业 奈何父亲不同意 她只能报了美国加州 圣塔克拉拉大学 主攻国际商业管理 但她并没有放弃梦想 大学毕业之后 她偷偷报考TVB的议员训练班 还参演人生第一部电视剧《突围》 并认识了男主角陈百强 两人男才女貌 很快就暗生情愫 可是纵然陈百强才华横溢 红遍全港 如日中天的何鸿燊 怎么容许爱女嫁给一个戏子 再加上长房长子何犹光 突然出车户去世 何鸿燊不得不把性格沉稳的何超穷 当作接班人培养 更由不得她胡来 于是何鸿燊棒打鸳鸯 但是何超穷对陈百强用情极深 陈百强去世时 何超穷不惜以人妻的身份 公然为他扶灵送别 甚至多年之后 他还戴着当年与陈百强合影时的珍珠耳环 1991年 何超穷在父亲的安排下 嫁给了许静亨 而何鸿燊为了这段婚姻 煞费苦心 深谋远虑 许静亨是香港传王许爱周的孙子 许爱周本来有三个儿子 每人管一片产业 可是老大和老二先后病逝 最后生意都交给了老三许世勋 许世勋有二子 本来老大颇为能干 可是又不幸早逝 最终许静亨就成了躺平的接班人 在这种情况下 赌王把最优秀的女儿嫁过去 他的目的可想而知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何超穷和许静亨没有一点感情 许静亨又胸无大志 还婚内出轨李嘉欣 最终只能以离婚收场 离婚之后 何超穷正式接管赌王的生意 凭借过人的头脑 他在2015年成功登顶香港女首富 可惜从那以后 他就没有再婚恋 至今无儿无女 再说回许家 为了保证唯一的败家子 许静亨不被饿死 许家直接将420亿的资产 全部投入家族基金 由专业人士打理 许静亨每月领200万生活费 3.何超莲 三房陈婉珍之女 1991年 何超穷嫁给许静亨时 何超莲才刚刚出生 母亲陈婉珍本来是 掌房李婉华的看护 据说为了抗衡二房 李婉华主动把她介绍给了赌王 陈婉珍有三个子女 传闻老大何超云 是赌王与立志所生 放在他膝下抚养 何超莲与弟弟何有起 施对龙奉胎 何鸿燊觉得是个好彩头 所以对何超莲很是宠爱 成年之后的何超莲 相貌极好 气质出众 曾被港媒誉为 全球最美千金 何超莲比他两个姐姐都要幸运 因为彼时何鸿燊已经接近退休 家族也不需要再通过联姻来稳固生意 所以他在感情上 有很大的选择空间 何超莲最出名的 就是恋爱脑 爱追星 他也因此被称为倒贴千金 他最初和一个长得像日本明星 山下至久的男孩交往 可是对方很花心 女友一双手都数不过来 还喜欢逛同志网站 何超莲的第二任男友 是歌手吴克群 何超莲是他的粉丝 两人在一起四年 一开始吴克群不愿意承认 生怕毁了自己的事业 后来因为他太博爱了 何超莲受不了才分手 之前周扬青和罗志祥分手时 何超莲流言安慰 表示自己也曾经历过同样的事情 似乎暗指吴克群 此后何超莲又迷上了演员豆硝 2019年两人正式承认关系 据说好事将尽 希望他幸福 何超莲是赌王78岁时才得的幼女 属于捧在掌心都怕被摔的那种 赌王不止一次称赞他 亮到不得了 乐到不得了 相对于其他兄弟姐妹 何超莲可谓极万千宠爱于一生 真正的无忧无虑 12岁时 老爸何鸿燊就在英国给他买了一栋豪宅 并且把最喜欢的一号座驾送给他 17岁时 老妈梁安琪耗资13亿港币 为他和姐姐何超莲买下四栋豪宅 只是为了让他投资练手 不到20岁 他名下的物业资产就已经过6亿 不仅物质上极其奢华 教育上也是顶配 何超新三岁时就开始学跳芭蕾舞 精通交际舞 后来学习音乐 11岁成为香港儿童式乐团成员 12岁远赴英国留学 获得的都是最好的成绩 在何超新13岁的时候 赌王生病住院 打算出院时 母亲梁安琪有事 没能接和洪申出院 便由何超新安排父亲出院的事宜 每个环节都安排得紧紧有条 何超新读大学时 同时被剑桥和麻省理工录取 他最终选择麻省理工 后来又考取清华的硕士 何超新18岁时 受邀参加巴黎明园舞会 他不仅是唯一被邀请的中国人 还牢牢占据了中心位 此外 何超新的人脉也特别广 他与任正非的小女儿姚安娜 三包集团袁亚非的女儿 袁九儿 关系都很好 何超新虽然比16位姐姐哥哥都小 但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 凭借何超新现在的实力与人脉资源 他可以说是前途无量 作为赌王最具代表性的四个女儿 她们的命运与赌王紧密交融在一起 充分折射了何鸿燊的成长历程 创业时 涨房出力最多 可结局最凄苦 首业时 二房牺牲巨大 还好后继有人 成功后 三房性格淡然 子女也比较普通 年老后 四房最年轻强势 受到的宠爱也最多 有句话说得好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 就是一座山 其实 往往父母的一个决定 对儿女的影响也非常深远 不知道晚年的何鸿燊 想到这几个命运不同的女儿 有没有一点愧疚之情呢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赞 订阅 在评论区告诉我 你还想知道的明星 我们下期再会